在香港有贩毒集团 看众年轻人想赚快钱的心态 利用他们运送或收藏毒品 香港海关 你涉嫌发运危险药物 现在正式拘捕你 代收藏有毒品的邮包 或者看人带运有毒品的货物回香港 这样做已经是参与贩毒活动 是一个极严重的刑事罪行 一经定罪 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 和罚款港币五百万元 部分的健身中心 会以问卷形式引消费者给银行资料 你决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签大金额合 我还没决定 什么没决定? 你合约都签了 一星期两行健身课程 为期两年, 总数十万 我想我还是不需要 什么不用?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是香港海关的使命 市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怀疑遇到不良营商行为 欢迎向香港海关举报 记住消费决定由消费者划事 在香港, 所有烟草都要按法例征税 但有些走私客 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 不惜铤而走险 贩卖私烟, 去吐税 海关提醒市民 买和买私烟都是属于刑事罪行 一经定罪 最高可被判监禁两年 和罚款港币一百万元 大家切勿以身自发 有店铺为了利润 将无牌货、高仿货 混入真货来买 令消费者分不到真假 这些原单货是否真的假货 什么都好 我担保, 设计师上来都分不到真或假 有你这句就行了 香港海关 收买无牌物品属严重罪行 无论你说明货是无牌货 亦或由买家自行分辨真假 都需要负上刑责 家长最重视儿童产品的安全 如果不合规格 就会有机会对小孩造成危险 宝贝, 你不要吓妈妈 来, 妹妹, 不用怕 现在姐姐帮你 你尝尝嘔吐 海关人员不时会在市面上巡查 和市购样本进行安全的测试 以确保市面上供应的消费品 玩具和移动产品 都能达到合理的安全程度